天主之母节 元旦户集记第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 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4年1月1日 耶稣基督非常喜爱神学院教堂里面的圣母抱住圣鹰的太像 多少慈祥温柔 多少信赖天真 每次来到教堂祈祷 看到这个太像 立刻就有平安的感觉 心绪就很快沉淀下来 感受到天主与我同在的温暖 我们的救主耶稣是借着圣母来到我们中间 成为天主与人同在的厄马努尔的 我们也可以借由圣母到耶稣那里 甚至耶稣喜欢我们如此 祂在十字架上把圣母给了我们 就是要我们依靠圣母 耶稣最后离世前 要把祂的母亲给门徒们做母亲 因为祂知道 不论在什么境遇里 小孩抓住妈妈的手 就会有平安 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 生于女人 生于法律之下 为使我们生于天主 成为天主的儿女 圣母在四部福音书里面 第一次被提到的时候 是在纳扎类作为救主的母亲 最后一次被提到的时候 是在十字架下作为众门徒的母亲 所以圣母既是耶稣的母亲 也是基督徒的母亲 从整个新约来看 基督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开始 都是跟圣母有直接关系的 天使报喜 因祝圣母的儿子成行 救赎的功臣开始 圣神降临节 在圣母的陪伴下 门徒们一起祈祷 教会也出生了 开始了扶传的使命 所以在一年的开始 我们也邀请圣母妈妈的陪伴 在今天的读经仪里 天主通过梅瑟命令 亚郎和他的儿子们 及旧约的司机们 奉上主的名 祝福以色列子民 我们今天有一个比亚郎和他的儿子更伟大的 既是天主的婢女 又是天主的母亲的圣母玛利亚 来给我们这些既是天主的儿女 又是圣母的儿女的 新年最好最美的祝福 愿上主降福你 保护你 愿上主以慈爱待你 施恩给你 愿上主看顾你 赐给你平安 今天有些风 天色非常晴朗 蓝蓝的天空漂浮着朵朵白云 这不是圣母妈妈外场的颜色吗 太棒了 圣母妈妈把整个世界都保护在她的外场下了 祝主宠母佑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扶船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扶船